大家好 这集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之前买过用过的电脑椅 说到第一次购买电脑椅 那是在1996年 那时候我刚刚拥有了人生第一台电脑 电脑是放在写字台上的 当时也没有电脑椅 做的是一把木头椅子 它有靠背 丝丝方方的有点像餐椅 这把椅子到现在也没舍得扔 留个纪念 但是这把椅子坐久了不舒服 于是老爸带我去家具城 买了人生第一把电脑椅 那时候叫老板椅 皮的 座位和椅背都很厚 是找人从厂家买的 好像是600多块钱 这把椅子用了一年多 就开始出现各种小毛病 虽然还能坐 但是有一些功能不太好用了 当时还在上学 用的次数并不多 这个电脑椅给我的印象是600块钱的电脑椅质量不好 后来上班了 正好赶上公司搬家 老板给员工配备了新座椅 大家的座椅都一样 唯独我和一位美工的座椅与众不同 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俩都很胖 得需要更结实的椅子 但有意思的是 我俩的电脑椅比别人的椅子显得更轻薄 更简约 而且还是皮面加不锈钢的 其他同事的椅子都是织物的 据负责采购的同事说 我俩的椅子价格贵 每把好像是1000多块钱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 1000多块钱椅子的质量 才能承载我的重量 后来换了一家公司 说来挺有意思 在面试的时候 HR请我坐在一把玻璃椅子上 那把椅子的椅座和靠背都是玻璃的 我说换个结实的吧 他说这把椅子很结实 后来在天表的时候 听到了一声一响 起身后才发现 椅子有一处固定螺丝的那个地方 玻璃裂开了 还好裤子没事 心想这不会影响我入职吧 再后来自己向后买了两把 一家的电脑椅 开始叫风格 后来叫伦贝特 价格都是299 质量和外观都差不多 用了6年多没啥大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小问题 一个是皮面磨损了 不好看 另一个问题是 座椅的最大高度降低了5厘米 这两把椅子给我的印象是 这么便宜的电脑椅 竟然也可以用这么久 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我很早就想换把新椅子了 当时在买风格的时候 就看中了一家的另一款座椅 叫马库斯 没省得买 之后每次逛一家 我都会去试座一下 最近这两年又看中了一家的另一款 叫耶勒乌福亚列特 这个名字太难记了 就管它叫耶勒吧 这把椅子算是马库斯的升级版 关于他俩之间如何选择 后面会详细讲 我买东西有个原则 如果产品没坏 就先不换 一直用到坏了再换 现在这个伦贝特一直没坏 也就没把换椅子这件事提到一程 不过最近发现 电脑用久了会腰酸被疼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家办公 更是明显 于是换椅子这件事提到了日程 趁着五一劳动节这几天有时间 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这集内容就这样 具体调查内容下集会继续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